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夏情维 2024年是中国第一核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 60年前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60年来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日益成为国际军控领域的重要共识和优先方向 并被证明有助于增进战略互信 推动核财军进程 有效减少战略风险 助进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近些年来 美国等一些国家处于地缘政治目的 不断加大对中国核政策的歪曲和抹黑 但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些虚假叙事或谣言 都在中国对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60年如一日的坚持中不攻自破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是我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国际安全环境制定的 具有战略高度的政策 中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遭受核威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宣布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 为了保卫中国人民 免受核战争威胁 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核战略是防御性的 是有限度的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充分反映了中方反对核战争的正义立场 适应了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 反对核战争的意愿 极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 到目前为止 中国是唯一坚持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核大国 而不断对中国核政策攻击抹黑的美国 则是世界上唯一在战场上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 长期以来 美国笃信核威慑战略 不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无论遏制战略 大规模报复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 写发制人战略 还是一体化威慑战略 都不同程度的把第一次核打击能力作为重心 与其他核大国相比 中国始终反对 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理论 近些年来 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中国核政策的抹黑污蔑增多 其中包括 散布中国可能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甚至进行核扩张的谣言 但事实是 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60年如一日 保持高度稳定性 连续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会参加核军备竞赛 美国等一些国家无视事实 一再抹黑中国的核政策 制造关于中国核力量的虚假信息 无非就是为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为强化军事同盟 以及本国军工利益集团牟利等制造借口 随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日益成为国际军控领域的重要共识和优先方向 前不久 中国再次郑重建议 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缔结 会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或就此发表政治声明 早在1994年 中国就向其他四个核武器国家 提交了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 并一直积极推动 与其他核武器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 承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2022年 五合国领导人发表 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 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声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理念 重申核武器不瞄准彼此 及其他任何国家 当前 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继续努力 核武器是悬在人类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箭 应该全面禁止 并最终彻底销毁 实现无核世界 只有这样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